刚才那个我餐用餐的时候呢 有跟这个餐厨业科长他们聊了一些 分享几个基础的数据 就是 这个 宫崎县 他们分国有跟民有林 那民有林里面又分私有 县有 室有 所以地方政府的 所有的这个 所拥有的森林是算在民有里面 所谓的国有值 单纯就是中央 那在宫崎县 国有林是 17万 7871 这个宫崎 那民有林是 40万 8722公顷 所以民有的比较多 大概是国有的一倍 多 那 在这个40万8000多里面 现有林 只占6500公顷 其实比例不高 全日本的话 这个国有林有 800万公顷 民有林呢 是 1700万公顷 但民有是国有的一倍多一点 刚刚有同伴问到说 所谓的这个 是不是 人造林 因为单一林种 对于这个生态多样性 比较不利 所以说 就慢慢地 就不推荐 不 不鼓励 就是做这个单单一的 这个 人造林 反正就看这个所谓的原始林的比例吧 那像日本的话 原始林还有60%的覆盖率 所以 国土的60%是原始林 所以在规模上来讲 还没有那么的迫切 对 就像 有点像是我们在讲 这个 书法 建议法这些事情 到底是不是 这个社会舆论 有点太过 太过这个 误解 会严苛 有点像是